哈囉我是網路行銷策略站站長林偉 那這一則影片或廣播的課程呢 我想要跟你談一談 從房屋仲介的銷售成交來談談網路行銷 其實現在這種電子商務的時代 大部分的產業商品 都可以直接搬來網路上面去做成交去做生意 但其實有一些特殊的商品 我認為往往需要把線上和線下更緊密的去結合 甚至一定要透過線下才能達到真正的成交 例如像是房屋仲介 買賣房子其實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特殊的商品 因為它的單價很高 而且你一定需要去實際看屋才有可能下訂單 才有可能去買 不可能在網路上面只是透過網頁透過影片看一看 然後就直接決定要買了 OK 所以最近我發現其實房屋仲介這個行業 他們很多也很懂得利用網路行銷 所以今天我就想來跟你談一談 房屋仲介的網路行銷 OK 為什麼我會說房屋仲介很會利用網路行銷 以往我們找房子看房子通常都是要去實體店面才有辦法 但現在你上房屋仲介的網站你會發現 他們竟然都把找屋看屋搬到網路上來了耶 大大增加了有房屋需求的一些人們的方便性 其實我覺得當然雖然說你在線上可以找房子 甚至可以利用線上影音看屋啊 直接來觀賞房子 但需要做成交的時候我認為 你應該還是需要去實體真正去看過才能決定 並不會說在網路上看了滿意了就會直接下單 但其實根據一些調查的數據 現在會去實體看屋的民眾幾乎有七成左右 都是他們會先在網路上瀏覽過相關房屋物件的一些資訊 一些相關的資料 然後才會去找房屋仲介公司去他們實體店面 然後去請房屋仲介帶他們去看房子 OK 這種行為其實也就說明了房屋仲介的業者 他們其實現在透過網路這個管道 增加了他們很多的客源 甚至透過網路行銷開發了不少潛在的客戶 所以他們現在大部分的客戶 基本上很多都是從網路上來的 而不是在實體看到他的一些廣告 OK 而且通常你進入房屋仲介公司的網站之後 你會發現他們的首頁就會有一個表單的介面 那這個表單就是可以讓你直接選擇你房屋居住的地區 然後評數格局價位等等相關的一些資料 就我們一般人可能看到那個表單 只會覺得那只是一個搜尋的表單這樣子 但其實你搜尋的每一筆的資料和瀏覽的相關的資訊 都已經被房屋仲介他們的網站後台給記錄了下來 所以房仲他們公司可以透過在後台直接看你搜尋瀏覽的房屋案件 來分析一些相關的資料 例如他們可以分析 某地區哪一些類型的房屋案件是最多人瀏覽 最受歡迎的 然後最多人去搜尋的 那哪些地區的哪一種價位的房屋案件 是最多人瀏覽 然後最受歡迎 最多人搜尋的 OK 其實這些資料看似好像不是很重要 但對於房屋仲介的業者來講 這個數據是非常非常關鍵的 而且是會影響他們真正的銷售以及他們的績效的 OK 因為可以透過這些瀏覽數據來判斷 各地區的熱門案件的不同的案例 然後進而可以花更多的時間 他們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去開發這些 比較熱門的一些房屋的案件 甚至可以透過這些分析的數據 然後來了解各地區不同的客群的一些類型 然後把一些適合的房屋案件 推薦給適合的一些潛在的客戶 OK 其實以上這些都是我們在網路行銷中 非常非常關鍵的一些事情 也就是我常常在說網路行銷中量化數據的一個重要性 這對於你在網路行銷裡面的成效 其實有非常關鍵的影響性 而且現在房屋仲介公司 他們不僅僅只是量化數據 我想你應該也常常會在一些熱門的新聞網站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一些高流量的網站 看到一些房屋仲介的廣告 甚至像是Facebook這些 一些Social Media的社群平台 可能都會有一些房屋仲介的廣告 而且房屋仲介業者他們都有鎖定一些 跟房屋有關的一些熱門關鍵字去下廣告 像是Yahoo或Google的一些熱門關鍵字 像買房啊看房啊然後高房價啊 或者是小資買房啊等等這些不同的一些熱門的關鍵字 然後透過這些網路行銷 然後造成他們品牌 他們房屋仲介的整個品牌更大的曝光 甚至透過網路行銷 然後幫他們開發更多更多的潛在客戶 進一步帶動了他們整個實體店面的賞物 看屋的人潮 OK 的確其實我覺得像房屋仲介這種行業的商品啊 真的是沒有辦法直接在網路上去做成交的 但房屋仲介他們業者 的確透過網路行銷幫他們開發了更多 潛在客戶和賞屋的客戶 所以我才說這種行業就是 需要把線上和線下更緊密的去結合在一起 甚至可以透過線上更輕易的去接觸一些 他們以前無法接觸到的潛在客戶 那最關鍵的是什麼 就是把瀏覽網站中的這些潛在客戶 轉換成實際線下 來看屋賞屋的一些客戶 我認為這才是最重要 也最能幫助房屋仲介這個行業 帶來成交的一個正確的模式 OK 所以我認為房屋仲介無論任何的廣告啊 或行銷都應該要考慮到這個核心的一個關鍵 好 那麼今天就跟你分析到這邊 OK 我是網路行銷策略戰戰長林偉 我們下一則影片或廣播再見喔 掰掰